挑战用100元买一家三口一周的食物 要求分速搭配营养修行 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今天来到一家大型连锁评价招式 大人发 推个车 等会儿没把车给装满了 不要买肉 蔬菜 水 鸡蛋 牛奶 还有厨食 先买点肉 这个五花肉多少钱一斤啊 20块8 20块8一斤 真便宜 嫩紫牌就这么大 这一盒紫牌 448克 40块七毛八 真实惠啊 黑椒牛排也便宜啊 92克 9块3毛7 我们再去看看性价比更高的 这个鸭多少钱一斤 11块钱一斤 鸡多少钱一斤 这鸭多少钱一斤 买半个鸭子 太实惠了 真便宜啊 好 谢谢啊 1238克 27块2毛3 还剩72块7毛7 蔬菜更便宜 云豆10块9毛8一斤 姜7块9毛8一斤 黄瓜3块9毛8一斤 大白菜只要9毛8一斤 简直就跟不要钱白送一样 买一个 2178克 4块2毛6 68块5毛1 山东土豆 2块9毛8一斤 太实惠了 多买力 就撑一下 1862克 11块09毛 还剩57块4毛2 水果都挺便宜啊 香梨13块8一斤 共梨7块5毛8一斤 现在的水果怎么这么便宜啊 橙子5块9毛8一斤 太便宜了 买两斤 就撑一下 940克 11块2毛4 还剩46块1毛8 火龙果8块9毛5一斤 价格很诱人 买一个 438克 7块8毛4 还剩38块3毛4 鸡蛋 这一盒 39块8 30枚 真不贵 这个更便宜 20枚 16块9 你好 这个鸡蛋怎么卖的 买一买这个 感觉跟不要钱一样 30枚 23块6毛3 还剩 14块7毛1 这牛奶真实惠啊 20块9毛 这么一大匙 这个更便宜 9块9 一升 可家得喝好几天 咱们就拿一罐 现在还剩4块8毛1 这馒头更便宜啊 这么大四个馒头 还二 这四个能吃好几天 我们来看看 今天买的食物 够不够一家三口吃一粥的 绰绰有余 我觉得 100块3毛9 100块钱买的食物 30个鸡蛋 一颗大白菜 四个馒头 五个橙子 一个火龙骨 一个土豆 1238克鸭肉 一升牛奶 这一粥 怎么也吃不完啊 一家三口 爆赞 买了这么多吃的喝的 一定要注意合理饮食 你千万别吃胖子